台灣的朋友晚安 你們有看國際的新聞嗎? 如果你們有看就 會發覺好像這個世界越來越混亂 對嗎? 也是的 但是我有一個很天真的想法 就是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 首先讓自己平靜下來 然後不要恐慌 會不會讓世界變得更好? 然後每一個人都告訴身邊的人 其實不用恐慌 就平和下來 把這個平安喜樂的感覺 那個信息傳出去 就一個人影響兩個人 兩個人影響四個人 可以嗎? 因為我想有很多地方 其實他們的恐懼就是會互相影響 然後恐懼就會讓那些仇恨 仇恨 暴力 會發生 戰爭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因為我們人類 內心的恐懼 其實你看有些地方的人 他的權很大 他可以控制很多的人 但是我都想其實他們 他們 在他們心裡面 其實他們的恐懼是非常大 他們 越恐懼 他們就會用他們的權力 去傷害更多人 對嗎? 但是我們這些沒有權力的人 比較幸運的就是 如果你在一個有自由 民主 人民 民主 對民主的地方 你就會比較安全 但比如說有些地方是沒有的 就是用不暴力去管理的地方 然後有這個疫情的情況底下 就會變得很恐怖 我都想如果可以把這個 其實我覺得他們更困難 對嗎? 如果我們在文明世界裡面的人 都恐慌 他們會更恐慌 對嗎? 因為有時候我看台灣的新聞 有些人會做 會講一些東西讓人家更恐慌 其實我覺得 好的時候幸福是比較出來的 我們這裡已經很安全 然後已經很幸運了 就首先不要讓我們這裡恐慌 然後那些比較真的沒有我們幸運的地方 就真的 只可以 希望 天工 幫忙一下 對嗎? 我們這些沒有權力的人 都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我就想 今天我就在想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首先讓自己不要恐慌 然後就 希望明天會更好 然後我真的相信 每一個人都這樣子想 這樣子 就應該會世界和平了 對嗎? 所以我想的太簡單嗎? 希望每個人都簡單 世界就和平 祝你們的平安喜樂 明天吃什麼 明天吃什麼 有時候想一想吃什麼 可能會世界和平嗎? 讓台灣的美食 傳出去 對嗎? 傳出去 然後讓那些平常 那些看見他們拿窗 窗的人 會放下他們的 放下屠肚 屠道 然後再吃漢堡 就最好了 給他們一個大廠包小廠 然後說 其實美食 就好了 有美 有美食 不要傷害其他人 好不好 非常矛盾 但是真的希望世界和平 祝你們平安喜樂 明天吃什麼 拜拜